康出来一档的台南市空廟文化基金会 这行中结文 日前文化局公开认算 选出由石木明丹林 并在九月一合酒林 不过台南市议会国民党团 就接着没救的检计 内容计出石木明 不过是太阳会派文海外认完 而且又在台湾文化馆 任这个时刻没来上班减可 因此党团新闻任为石木明 无死林要求一七截 台南空廟文化基金会 经营党林算日前出楼 但台南市会国民党团 就接着没救的检计 标识 17名文书甘主舰参加海酸 当然1名加醋 2名比醋 结果由石木明加醋 比算林算都没有 党团接着没救的检计 这次石木明在台南文化馆 任这个时刻 将经营为俏班比改制 而且又是1名 2名曼君 党团又批评他并没有失眠 台南市政府对于孔庙 孔学全台首学的极端不重视 极端的看清 是不是随随便便 只要颜色对了 任何人都能够成为孔庙 基金会的执行长 我们最重视的这个文化 是儒家思想 我们中国人大门到这幕前 都有这个尊师重大 有这个论理精神的时候 你用这个作评 说嫁人来做 这样你把它算下去 如果不解释 我感觉 开会不能很顺 政府文化局长 谢思源在标识 控制文化基金会经营党的算计 并不是他一个人可以影响 而且经格精算的规定 才出形式性 最后有八人名字 反映了那个在地的连结 跟国际的那个 那是他第一个案子看到 第二是因为 他有在公共电视 主席过这幕 所以他利用媒体的 那个新媒体的经营的能力 其实是我们所看重的 最后会由十五名出山 是因为看好 他的台译 跟外文的能力 跟上等级的文化 相关商业交流活动 对到其他相关的情意 未来会再厘清 记者送应和指挥 蔡宏博德 蔡宏博德